今天工作要坚持稳自当头,稳中求进,面对新的下行压力,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。 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担负起稳定经济的责任,积极退出,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,要统筹稳增长,调结构,推改革。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,不搞粗放性烦,中国经济一定能顶住下行压力,必将行稳致远。 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,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.5%左右,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, 城镇调查实业率全年控制在5.5%以内,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%左右,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。 来,面试在两个月内,居民消费量的环境。 他们只能多留意,ates名上一些毛病,不幸兴、秩序、秩序的平衡。 感谢观看